台湾人真的很有爱心 带用餐点的活动也在全台湾持续发酵 像是最近母亲节快到了 台中市就有人在脸书发起了认购带用蛋糕的活动 短短10天四面八方的爱心涌入 就已经认购了133盒的蛋糕 足以供应台中市300户单亲妈妈 每户可以享用5块的蛋糕 感恩的日子即将来临 我们想发起请单亲妈妈吃蛋糕的带用蛋糕认购活动 您觉得如何呢 简短一篇发文意外引起热烈回响 网友真将认购一盒280元的带用蛋糕 奇怪本来蛋糕应该是拿个大概280 他是拿整个拿零钱过来 然后跟我们讲说其实这是小朋友 掏出公出外的钱 还有认购 大大的蛋糕分成5种口味15小块 这些带用蛋糕网友只买不拿 为的是让有需要的单亲妈妈 能在母亲节好好享用美味 短短10天认购数量已经超过预计 其实在10天内我们就已经募集了 那个针对单亲家庭的108盒的部分 但是就是说他数量有超出 还有低收入户省吃减用 坚持用变成植物人的儿子名字登记认购蛋糕 目前为止足够供应台中市已经有300户的单亲妈妈 每户都能享用5块蛋糕 网友做爱心让今年的母亲节格外有意义 加速它的 bask灵 刚刚刚 ило